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大家都知道我不是很擅長說娛樂新聞 亦不熟悉娛樂圈的生態 有時說上來有些資料上 出入也不一定 但我說娛樂新聞不是說八卦的事 就是想說娛樂圈裏面的一種現象 今天想說誰呢 因為星期日輕鬆鬆 想說說鄭欣怡 鄭欣怡大家知道她是沈殿鄭小秋的女兒 她讀完書之後已經出現在這個螢幕上 也引起很多爭議 跟她的身材有關 有趣的地方是甚麼呢 大家知道沈殿霞我們叫做沈肥肥 肥肥一向都是肥以肥見稱 我相信欣怡就是 遺傳了肥肥的基因 所以都是肥 她出生已經很肥 後來亮相在螢光幕前面都是很肥 所以她的身材 她的肥伴引起很多 很大的爭議 但也曾經減肥 最後也不成功 又再反彈 都跟遺傳基因有關 她為甚麼突然要說她呢 因為她最近舉行演唱會 然後有些年輕人跟我說 原來鄭欣怡 都挺受年輕人歡迎的 我都覺得有些意外 因為她已經35歲了 為甚麼我知道她35歲呢 因為也都 《鹽樂新聞》的重要的一個報導 都是八卦東西來的 就說她到35歲呢 她就可以繼承 肥肥的近半億的遺產 她肥肥過身的時候就很清楚 她的錢 就要到35歲然後才給她 在 未到35歲之前她每個月呢 可以在銀行拿兩萬元出來做 這個生活的費用 當然對於很多人來說已經很幸福了 但是 生活在一個這麼著名的藝員 繼承了她的遺產 但是一路都見到錢拿不到 可能對於有些人來說 真是慘了 但是這也是一個 娛樂八卦的新聞 她終於 拿到那幾千萬了 她會怎樣用呢 這個就是我不是今天想討論的問題 我繼續討論的就是 一個肥人 一個肥的藝人在香港的生存 行不行呢 有甚麼問題呢 如果我講這件事大家一定會有印象 就是甚麼呢 就是在她小時候 白雪公主事件 時維的時間是2005年 真是很久了 現在是2002年 2005年的時候 她在香港的迪迪尼 迪士尼樂園開幕 無線播映這個開幕 慶祝的晚會 所以她就扮這個白雪公主 我找了一些資料 我記憶是由新的 因為2005年 我都年紀不小了 也是在做記者 當時也有討論這個問題 我記得 她的造型引起觀眾不滿 她的造型引起觀眾不滿 出現投訴潮 當時的廣播事務管理稿 接到361宗投訴 那些網民的回應是甚麼 不是網民 一般觀眾 網絡都不是很發達 就說她造型不雅 說她不知廉恥 有損香港的形象 令人偶心會黑壞小朋友 成為了報章 相當重要 即是很大的新聞 有一位電台的節目主持人 都是很出名的 現在都很出名 顧偉其名 她的回應就是這樣 她說真是很害怕 男人見到都真是很害怕 我真是很害怕 見到這個香港的士尼 錄園開幕 慶祝晚會見到 欣宜扮白雪公主 究竟現在是TVB整估她 還是欣宜影整估大家 欣宜扮七個小鬼人就沒問題 又或者 七個小鬼人扮恩怡都可以 你說恩怡扮白雪公主 我真是接受不了 我覺得更難頂過恩怡 愛吾唱K 你說她愛吾唱K 我已經害怕了 她還扮白雪公主 差一條腰 這個就是非常黑薄 活該死 活該不是好東西 總之是用一個 很嚴苛的 很人身攻擊的 一個這樣的評論 去評論 鄭恩怡 也有很多投訴信 有些人用這個 投訴的 Template 一個範本 要投訴 鄭恩怡就說 什麼呢 說她呢 這個畫面 鄭恩怡發生白雪公主 和七個小鬼人再歌再舞的畫面 令人 極度不安 這個迪士尼的著名品牌 小朋友甚至成年人的偶像 她是公主代表美麗健康正義 純真和善良 無線電視在選角的時候沒有小心考慮 鄭恩怡是否有能力扮演這個角色 是否別無他選 還是由她扮白雪公主對 公眾迪士尼樂園和香港整體的 負面形象 然後罪名就大了 說當時的開幕式 這個晚會 很重要的 珠江山目中很多人看的 處理得不好會減低他們訪問香港 去旅遊的意願 白雪公主是仙女來的 可愛純潔的弱者 處處受到迫害有愛心 她小朋友心目中的地位很重要 很多小朋友是超級迪士尼米 相反因而沒有被人可愛純潔有愛心的感覺 對小朋友甚至是對小朋友的心理影響很大 容易造成心理障礙 2005年 投訴鄭恩怡 其實只有一個原因 就是她肥 在香港人的審美眼光來說肥是有罪的 工作人物 尤其是娛樂圈那些 一定是什麽呢 其實那個概念很西方 很西方 那個概念很西方是什麽呢 就是很stereotype 很典型的一些supermodel 的概念要高 女人 高 胸要大 腰要細 眼又要很大 臉要很尖 絕對不能夠肥的 肥是最大惡極的 肥就不要出來獻世 還要走出來告訴人家 我要入娛樂圈 你肥就沒有資格入娛樂圈 這個是很典型的香港人的審美眼光 而且也是 很靠人西方 跟中國大陸是好似的 跟中國大陸好似的 大陸就是 逢親你去描述中國 即是你找一些 大陸的 做這個model 做這個超級無特意的 你找他 一定都是跟西方一樣的 空大腰細眼大 如果你找個 矇矇矇眼的形象 他就一定說你辱華 其實很多中國人的小粉紅都是 給 外國的審美的標準 牽著鼻子走 跟著人家尾巴走 香港人其實都是一樣 香港人都是一樣 但是曾幾何時就現在開始有些轉變 外國有些轉變 但是香港人和中國大陸的人 其實在審美那裏 就是沒有與時平進的 不過香港現在 因為鄭恩怡 這個案例這個例子 你看得到 開始有些轉變 外國是怎樣呢 例如我來英國那麼久 老老實實 叫做西方 西方 其實 好像超級模特兒的身材 極少 如果說女士大多數男士都一樣 大馬的人很多 肥的人相當多 無論是甚麼 皮膚顏色 當然跟他們的食物等等有關 你要保持空大腰細 除了天生之外 要運動 一百年多 身痕代謝 慢了 脂肪就自然累積在肚子上 你要保持得很好 才能做到這個身材 所以絕大部分的男人 都是 偏向比較肥 很好的身材 要鍛鍊 才能做得到 於是西方開始有些轉變 對於審美 對於美 有些開始有不同的看法 即使你找個模特兒 都有些所謂大馬的模特兒 有些稍肥的模特兒 就不一定是一個標準 亦都見到 有些品牌 有些代言人 例如 其中一個我認為很典型的 牙齒要很美的 很整齊的 很雪白的 一噎牙牙 就差不多用鏡子 有光閃出來 這也是很典型的 但是 我看到有些 開始找那些模特兒 牙中間有縫 覺得沒什麼所謂 因為 牙齒不是那麼整齊 亦都是很普通的 很普遍 為何會這樣呢 為何會開始有這個品味的轉變 我會歸咎 那個是 所謂超模的身材 是一個夢來的 是一個dream來的 是一個fantasy來的 是一個幻想來的 不是個個都行 但是如果要買那些衣服 自己又不適合穿 所以不如 貼地點 我這個model 的身形和普通人的身形 是一樣的 於是大家就會有共鳴 在市場上 可能會更加好 更加銷量會大一點 我亦看過一個訪問 在美國 都是一個supermodel 所謂 他是一個黑人 有色 人種做supermodel 甚至 信以斯蘭教的 要帶著頭巾的supermodel 都越來越多 這也是市場需要 我看過一個訪問 那個超模 是一個相當漂亮的杏仁 無論是臉 輪廓 身形都很好 不過 皮膚是有白色 一塊塊的 仍然非常有自信地 去做他這個超級模特兒 這個角色 接入訪問的時候 真是很好 你看得到 他解說自己身體出現這個情況 怎樣去應對 所以美這件事 2005年 鄭欣儀因為肥 做白書公主 被人投訴 對她來說我相對是極大打擊 那種 黑薄 那種批評 你覺得 沒有人能夠 不是那麼容易 能夠接受 但是到今天 香港在唱歌 在歌手 在樂壇 對於身形 比較大馬的人 都可以越來越接受 譬如 很多年輕人很喜歡 譬如鄭欣儀 越來越受歡迎 演唱會 那些人撲飛撲倒 說買不到 為什麼會這樣 我自己有分析 我們的審美 尤其是年輕人 我們這些老餅 還有很多人堅持 我 看我這個channel的朋友 很多都是上了年紀 我看過那些profile 很多都是上了年紀 我必須承認上年紀 思想是比較僵化 有些既定的成件是改不了的 什麼叫漂亮什麼叫不漂亮 是改不了的 我經常都覺得我需要與時俱進 要學習一些 新的事物 我們的審美眼光都開始有些需要轉變 現在連年輕人都覺得 肥有什麼問題 他們喜歡 不只是看你的身形 是看你的個性 他們好看 他們偶像的個性 為什麼MIRROR那麼受歡迎 不只是英俊 那麼簡單 他們的個性 覺得很好 很有共鳴 現在你看到 Serenie也好 鄭欣宜也好 那種 我行我素 那種 我覺得自己好 關你什麼事 我覺得 我有 應該我自己欣賞到自己 值得被人欣賞的地方 於是我就用我的形象 我不一定要根據 即是所謂大家的 審美的眼光一定要瘦才是好 鄭欣宜也試過一段期間 減肥 是吧 應大家的要求 我覺得在娛樂圈裡面一定要這樣 但是到今天 沒什麼所謂 我覺得這個都是有很多的朋友幫他 我自己覺得 譬如他唱的歌 其實我一直都不是 留意他的歌 有一首歌 大家是耳熟能長的 可能會 女神 我做這套片的時候 再上網 再聽一次這首歌 當然他唱歌的 技巧 無得 根本無需要批評 他比很多人都很好 即是他很夠氣 那個音樂都相當講 而且他在舞台上面的表現 那種自信 一個人很重要 尤其是特別是娛樂圈 那種自信 是 我認為是吸引人的 最重要最重要的 一個元素 為什麼這麼多年輕人都喜歡他呢 我就相信 他那種過程 令到大家會 他覺得 他有型 他那種過程令到大家會覺得 我 每一個人 尤其是今天的年輕人 他 在這幾年發生那麼多社會運動 對年輕人的不信任 對年輕人的打壓 他們的自信心 其實是越來越低落的 他們追尋的偶像 都覺得 個性是很適合他的 很率性而為的 自信心很好 令到他們有鼓舞的作用 《女神》這首歌 歌詞是 寫得非常好 不得不把他歸功於黃偉文 黃偉文 他和林夕 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林夕有時寫的東西 有時會比較遠轉 大家都會 擁抱一些核心價值 大家都是很敢言 寫詞 但林夕是比較遠轉 我覺得黃偉文是比較 風利 比較風利 有時是一針見血的 例如我介紹過的《小心地劃》 看完之後 很治愈的 聽完這首歌的內容 人們被雷劈 很風利很直接 一眼解下來就流血了 《女神》這首歌 她填詞當然不是很批判性 但也在說 個性的問題 自信的問題 例如 這首歌的梁我 我覺得 比欣怡唱得很對 她回應到2005年白雪公主事件 因為她的身形 備受批評 譬如 標準的審美官 跟你碰撞 控訴你美符 逐世眼光 你的自然閃亮 你既自然閃亮 沒有說謊 為什麽需要世人饒恕 自信逼說 不要低頭 光環門吊下來 你是女神 不要為世俗修煉色彩 不要港和 威嚴會吹下來 你是女神 不要被 下嫁的化妝掩蓋 井底之話 當他古怪 正狀 也有個勞人 贈你耳光 最痛是 原本陪著你的那位話 若不再改道 再無寧覺 別再交往 我猜 跟恩怡 遭遇 也有關係 然後 這段是很好 望再仰望 誰有會 賬你賬我 高貴上殿堂 評判值任他一念不爽 亡任意亡 亡甚麼 若你屢了眷了 快學著我講 人類看不起 我都好看 自信很重要 作為一個藝人自信很重要 作為一個人自信也很重要 但我覺得自信不是完全不看外面的東西 不像林鄭 自信爆棚 做錯事責任也不在我身上 而是有些事情 我沒有 譬如鄭欣怡 肥 不是罪 肥 是遺傳他媽媽的基因 在世俗眼光底下 肥不應該出來亮上 肥不應該進入娛樂圈 但鄭欣怡告訴你 不是 肥也可以亮上 肥也可以很高雅 肥也可以入娛樂圈 肥也可以很受歡迎 只要我的個性 我的自信 我的光芒告訴人 肥有甚麼問題 我活得快樂 活得健康 除了這首歌 我想介紹之外 另一首歌是我第一次聽的 叫做《風雨肥豚》 風雨就是預防個魚 豚就是肥子 風雨肥豚 這首不是字嘲 亦是一首相當自信的歌 我不詳細說 大家自己上網去找 很容易找 這四個字是內地的小說 王維文 亦是王維文填詞 就拿了這首歌 這個詞出來 亦是講恩怡的 我覺得 描述他的遭遇 我不知有多少年輕人看我這個片 不論是年輕人 上年紀也好 中年也好 怎樣也好 我自己覺得 第一 世界上有很多不同的標準 我們不能只用一個標準 衡量所有的事物 譬如你無論在娛樂圈也好 或者對你的子女也好 都不可以用一個標準 這個世界不停在變 很多東西 尤其是美 隨著時代有不同的改變 我們不要做一些 譬如吃古筆化 一個租老頭 總之什麼都看不過眼 只有一個標準去看任何的事物 尤其是對年輕人 我覺得很糟糕 年輕人也是 最重要是對自己 走的路 要明白自己為何走這條路 為何你想走這條路 你要對自己有信心 如果你認為那件事 應該做下去 就不要理人家的眼光 不要理人家的批評 繼續做你 覺得是對的事 我覺得 我今天講請恩怡的目的是這樣 不是純粹跟大家說 他肥不肥 八卦不八卦 演唱會唱得好嗎 請什麼嘉賓 這不是我想討論的範圍 我想說是他 在2005年遭受那個 我只覺得幾乎是滅頂之災的批評 他現在站起來 對很多人來說 都有很大的鼓舞作用 暫時經歷到這裡 繼續支持我patreon 繼續支持我深圳的頻道 多謝你收看 再見 字幕志願